歡迎來到關鍵時刻 全民最大黨我是劉寶傑 那麼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題目 就是自立礦工奇蹟式的獲救 鳳凰號成功的救人 這則國際重大的新聞 對你來說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那麼根據了解 這是受困了自立的礦工 之所以受到國際間這樣的矚目 而且能夠奇蹟式的獲救 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營救的技術 包括太空總署 美國的太空總署NASA都下來救人了 而且紅十字會在第一時間 也捐出了28萬的美金 以及在中國方面 第一時間準備了救援隊 那麼日本方面也提供了 特製的太空內衣來救人 當然除此之外 他們這些受困的礦工 他們求生益治 是他們獲勝的自勝關鍵 所以說我們在心理跟生理方面 等到他們這些受困的礦工獲救之後 帶給他們什麼樣的心理輔導 我們這要來探討一下 當然我們行腳節目的主持人 廖慶學 我相信行走世界各地 從來沒有遇過地震或者颱風 那麼來講講看你的心路歷程 或者這些受救的礦工們 該怎麼樣幫他們輔導 其實我針對今天就是這些礦工 其實我一直有看到這個 整個新聞畫面之後 聽說全世界有1700多名的記者 到他們現場去採訪這個新聞 你看這真的是一個奇蹟 而且你看 這些最主要這些礦工 他們以後上來之後 你說生理上的輔導 而且還有心理上 生理上 頂多我們在醫院呢 可能住個10天8 10天8天 不是 10天8個月的 住10天8個月 8個月太久了 不可能喔 那你8天應該講在前面 不應該講在後面 拜託喔 連這種10天8天的詞 也要人家提詞嗎 不是 我都看不下去了 對 只要大家聽得懂我原則 小白痛在河邊掉10天8天的你 不是啦 你家有話 你聽我講 然後這奇蹟就是說 我最擔心的是他們那個 到時候那個心理壓力 為什麼呢 他們要面對啊 就是很多各國的記者 相信我們台灣的記者 聽說也有在這邊採訪 而且台灣記者呢 他們會訪問他們的時候呢 其實有很多問題 我現在就來示範給大家看 應該我們台灣的記者 可能會講一些什麼問題 我演礦工 對 礦工 請問一下 是不是地底下是不是很黑暗呢 對 那請問一下 你心裡是不是很害怕 你會不會想家人 媽 而且呢 裡面空氣是不是很不好 我都呼不到氣 那你以後還會想當礦工嗎 那請問一下 你這位記者 人家都還沒回答 你就一直想問題目 不是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主要只是說 這記者的發問的 兩一些問題而已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回答 因為他其實壓力已經很大了 他在下面待了60幾天 因為他會崩潰 而且又看到家人 所以說你想想看 他最後一個問題 最激烈是問什麼 你以後會不會選總統 你 我只能說 其實呢 這個問題不要說他們礦工 有一般人來 這些政商名流來受訪的話 他們都很難回答 更不要說他們 所以我希望呢 你們這些礦工呢 現在在有時間的話 你想一下 各國記者他們可能會問你什麼問題 讓你來回答一下 所以你們好好想一下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你們加油 加油 謝謝 那謝謝 當然廖慶學所提供的這個問題 值得我們探討 但是另外一方面好消息 對這些受困的礦工來說的話 聽說他們獲救之後 所有的電影媒體的邀約不斷 而他們的身價能夠連漲好幾倍 這是不是也是因禍得福呢 我們長腿姐姐馬斯莉 其實智莉礦工這個新聞 我比較沒有那麼的注意 因為我也不知道智莉在哪裡 但是我覺得 另外一個新聞 比較值得大家去關心 就是有那個網路上面 在賣我們女藝人透視裸照 那個新聞 我覺得值得大家去探討 為什麼 你知道那個怎麼拍的嗎 它就是用一般的鏡頭 然後前面加一層 紅外線透視濾鏡 就可以拍到我們裡面的東西 而且尤其是你穿絲質 或尼龍質的衣服 更容易拍到我們裡面的東西 聽說一張只要310塊台幣 所以就賣出去了 310塊 那邊有依那個女藝人的那個 身價不同 對 來排名 那我的意思是說 要怎麼樣防範 不要被拍到裡面的東西 就是要穿紅色或綠色的 綿質的東西 所以建議很多女星 如果要出去外面 公開亮相場合的時候 就穿三 四件內衣 紅色 綠色 紅色 綠色 疊在一起 然後呢 那偵測裝紅綠燈就好了 也是可以啊 裡面呢 再塞一層這麼厚的new bar 重點是裡面 也要在烤漆烤成紅色或綠色 塞在裡面 如果這樣你還擔心怎麼辦 你就用紅色或綠色的顏料 整個在這邊塗滿 塗滿之後就不會被拍到 不管還有多少層 紅外線透視濾鏡 都不會被拍到裡面的東西 這個新聞是不是指著 大家去重視去討論 比那個智利礦工還要重要了吧 而且雖然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覺得另外一件事情 更值得大家去討論 是什麼事情 就是他們一受歡迎的女星 排名那個標價 有Makio 小S 白欣偉 林偉鈞 誰誰誰 裡面的名字 全部都沒有安心亞 不是啦 不是啦 我意思說沒有辦法 是不是因為安心亞 不必看到她的內在美 只要看到她的西字褲呢 不是啦 那個是紅色的 看不到 不是啦 不是啦 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沒有我馬姐 我就安心亞 因為馬姐的嘎萊落 哇塞 不是啦 馬姐沒有嘎萊 好冷喔 你不要誤會我是說 因為我沒穿衣服 好冷喔 好啦 謝謝啦 好的 那麼當然 這個馬斯利長期在秀場 講笑話給一般的普羅大眾聽 有時候上爭論節目 提供這種笑話的話呢 不見得人家會領情喔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文倩的正負三渡西 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 我們的下一代不能對世界一無所解 因為我們不可以活在不知道大陸和世界的台灣 在專家學者 都在大聲疾呼 愛護環境的現在 在台中市的消防局 竟然被投訴 他們出動了救護車 去 難道吃個便當 有這麼緊急嗎 大家要知道 全民最大黨這個製作單位訂的便當 是整個演藝圈最好的便當 他們從來也沒有要求說 要請救護車來送便當 救護車最重要的用途 就是完成緊急的救人任務 所以在趕往現場的時候 通常都會鳴笛請前方的車輛 學得好像有一點像 但是最正確的聲音應該是 所以在台灣 比較年長的歐吉桑或者是歐巴桑 他們都不喜歡坐救護車 因為生怕坐上救護車 就真的會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今天的重點就是 如果你用救護車送便當 那明天 是不是用救護車送便當 後天 會不會用救護車來送飲料 送豆花 送愛玉 送仙草 再這樣下去 以後走在路上 周圍全部都是救護車的聲音 夠了 一輛救護車 一輛救護車 就有95分別的噪音 如果街上 都是救護車在謎笛 台灣人 很快就會聽不見了 所以 如果以後你要送便當 千萬不要再找救護車 也不要再找警車 更不要找消防車 不然 你就是與這個地球為敵 也就是與我 陳文倩為敵 我們文倩的正負三度C 下次見